500万可以卖一个私房单位 还送你一个车位 还有地铁站的概念 你收得了吗? 又到米粉检楼系列 这次带大家参观一个1066尺 四房一角套房 最特别的发电商帮你代付税 再送一个车位 OK 还要是1500万左右 有没有搞错 好 进来客饭厅的位置 看到非常分明 发电商已经放了家居6人的大餐厂 加上吊灯 这里有一个向东北的阳台朝向 看着内缘的景观 回来 好 我们继续 非常空间的不错 客厅这个部分 很大的L型大沙发 看电视的可视空间都不错 而这边的景观 看着翠绿的山景 这边是向西南 非常舒服 前面那里有个球场的位置 就是疑似帝士地铁站的入口 真是 我来问阿玛斯爸爸的老婆 我之前又有努力工作了 带女士看一下厨房 好 这个厨房 其实如果以1000尺左右做4房 这个厨房不错 空间感 三片工作台面 有洗手盘 接着有明火煮食 全部做到顶的存物空间 不要忘记 这里还有个 工人姐姐的铺房 你参观一下睡眠区 首先第一间 这个是客位 洗颈的地方 是名次设计 有窗的 OK 首先是第一间客房 发展商摆了所有架子 空间感不算很大 但是叫做麻雀虽小 五状俱全 第二间房 这里是会 雙药 都是有个单人床 有衣柜的位置 已经配备了 好 第三间 这间房就深一点 可以给你额外 放多个书桌 都没问题 其实真是麻雀虽小 五状俱全 不错 最后 竹窝 OK 首先 看看竹窝的套间 哇 酒店式设计 这些八尺不错 有浪浴间 有浴缸 最抵赚的 同样是名次设计有窗 再来 看完休息区 这里有个梳妆袋 这里是全裸地玻璃 向着西南的朝向 这里已经为你全部做了衣柜 OK 床头柜 伤人床 其实空间都不错 我觉得 OK的 先讲讲 这里楼下 科学员有三期商场 衣食住行 不愁 没有问题 如果要大型一点 可以去到新宁市港长 校网方面 这里是沙田中学区 OK 对面就已经是眼见的 香港中文大学了 另外 如果要国际学校 这里有家长吹之药务的 1200 OK 这个这么美的山景 对面也有港铁的配套 将会落成 根本就是一个完全检流的机会 1500万 1100呎单位 4个房 哇 还要有车位 你说 顺不顺 如果想知道这个小区的资料 在留言区 呜呜呜呜 OK 我叫小匪消化给你 我们下期见